下一個影響叫做改變壓力 剛剛對氣體而言 那就是如果我增加壓力就要朝減少壓力的方向進行 我如果減少壓力就要朝增加力方向進行 那我們講過能夠改變它壓力的方式 你可以改變體積,你可以改變溫度 你可以改變裡面所有的物質的總量 那我們在這裡考試基本上就是考改變物質的總量 量如果變多,那麼壓力就會增加 量如果變少,壓力就會減少 這個方程式,氫加氮變成氨 前面有一個氫三個氮,所以有四個分子 反正的氨有兩個 所以左邊是分子數多,壓力會大 右邊是分子數少,壓力會小 所以我如果增加壓力的時候 那我們就要朝減少的壓力方向進行 分子數要變少,就是正反應會增加產生氨 如果你記得哈伯法治安,你就知道這很正常 哈伯法治安就是要高溫高壓下 讓我的氨會生成,所以加大壓力有力氨的生成 反應要朝右 那如果我減少壓力的話,就要朝增加壓力 就是分子數要變多 右邊是兩個,左邊有四個 這要朝左進行,逆反應會增加 就是我的氨會分解成氫跟氮 就是壓力的影響 通常就是對於氣體的時候 我們會講壓力會影響它反應向右或向左 正反應增加或地反應增加 這個是哈伯法治安的壓力的改變 最後一個是改變溫度 溫度,那你可以講所謂的吸熱反應、放熱反應 溫度如果增加,就需要讓溫度會變少 所以要吸熱反應 那如果溫度減少,就需要溫度增加 就變成朝放熱反應 我們這邊有一個,兩個二氧化氮生成 一個四氧化氧蛋 然後會放熱 我們會放熱 然後呢,顏色也是我到底背過的 二氧化氮是紅棕色,那另外一邊是無色 所以以前就做一個示範實驗 然後裡面包一個粉毛巾、冰毛巾 或者是熱毛巾 然後顏色會變深或者是變血 好,我們看到方程是寫這樣 那我們就曉得 如果我現在溫度提高 就是熱會變多 右邊的熱變多 多的送人家 送給別人 所以反應就要朝左 然後顏色又從無色變成紅棕色 或者說顏色會變深 如果我降溫熱會變少 右邊變少 少得像人家藥 所以叫藥過來 就是反應要朝右 所以是正反應會增加 顏色從紅棕色變紅色 或者說顏色會變淡 會變淡 就是我溫度改變的時候 就是熱變多或變少的時候 我的反應的進行的方向 那麼這一句就不重要 因為我前面講的一個吸熱放熱 所以講的吸熱放熱 這個吸熱會變多或放熱會變多 那還有一件事情是什麼 就是這個都是氣體 因為都是氣體 所以也可以考壓力的反應 那你想想看 現在想一下 如果我壓力要增加了 反應要朝右還朝左 如果我壓力減少了 反應要朝右還朝左 壓力要增加了 就希望壓力變少 要朝樹木變少的方向 所以壓力如果這個降低了 就需要能夠增壓 就要朝樹木變多的方向 所以 好增加壓力我就需要減少 所以反應向右 兩個變一個 那如果減少 就希望增加著一個變兩個 所以向左 又是我們的反應的進行 我八年在上這裡的時候 還多講一個催化劑 如果我已經平衡的反應 加了催化劑會怎麼樣 加了催化劑之後 會改變反應速率 但它同時改變正反應速率 也改變逆反應速率 而且改變的幅度一樣 也就是說 如果我現在平衡了 加了催化劑之後呢 它還是會平衡 不會改變平衡的狀態 這個是在八年級的時候 我上課有想 來這裡我就沒有提 因為它沒有影響 所以以上就告訴各位 勒沙特的原理 如果我改變了什麼什麼 請問你反應會朝左還是朝右 正反應增加 地反應增加 然後你要把顏色備好 顏色會變深還是會變淺 把這些事情理解就可以了